基隆港一艘巴拿马级的货轮在上午准备靠港卸货的时候 疑似因为风浪过大 结果拖船控制不住 造成这个货轮的右侧擦撞了码头 铁壳船身顿时破了一个大洞 柴油不断的往外卸 船公司立刻围上了蓝油绳 但是仍然挡不住重油的污染 海面上顿时乌黑一片 而港销也在一旁 紧急戒备